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搭課的台北第一次Mita 那想先請教一下各位現在是 本身就是做那個Develops的 就是在負責Deploy的 有沒有現在就專門負責這樣子 可以舉一下手嗎 那其他是Engineer 就是Coding Software的話 可以舉個手嗎 所以大家平常做Deploy的話 就是有沒有用一些什麼樣的Tools 有人用Chef嗎 Chef 那有人用Pop-in嗎 那Fabric 好 那大概 那其實現在Deploy的話 就是我們大家都會寫一些很像類似Scrib的東西去Deploy 那Dark這個東西出來以後就是會 就會去改變了一下這Deployment的生態 那今天我們就是 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 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做Front-End 有做Back-End 那有人做Message Queue 然後我們要Deploy去的地方 又有什麼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Cloud 各式各樣的硬體 那我們要 就是不一樣的Software 那個Deploy到不一樣的硬體 可能都要寫一個不一樣的那個Deploy的方法 那 這問題是一個還蠻麻煩的 那 這應該是在第一頁 不好意思 那 那 我 我是這個Dark台北的那個Ogan來的 那 就是 就我們會面臨一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 欸 不一樣的東西 Deploy到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每個 難道都要重新寫一個 Deploy的方法嗎 那我們想想看以前的那個 大家在做 就是 我們有我們的車子嘛 我們要買我們的 什麼酒嘛 然後我們都會用不一樣的 載具 我們開車 我們坐火車 去把這些東西 載到對方 載到那個目的地去 所以變成說 欸 我們不可能直接就把這些東西拿來載 那 以前解決的方法是什麼呢 以前解決的方法其實就是說 欸 就蓋個貨櫃 然後我們把這些東西全部 放在貨櫃裡面去 然後把貨櫃放在車上 放在火車上 飛在飛機上 這樣就可以順利的載到對面去 那 這我想補充一下 貨櫃還是一個很好的Metaverse 因為它是規定尺寸的 全世界的貨櫃的尺寸都是一模一樣的 對對 對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Metaverse 謝謝 那 對 那Dock其實他一直想做這件事情 就是他 他希望說 欸 我們各式各樣的Software 都可以放到Docker這個貨櫃裡面 然後 打Docker再把它 就是我們在其他的Hardware上面 只要裝好那個Docker的Service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貨櫃 直接放到那個Service上面 就可以Run起來 那以後 deploy的方法 如果透過Docker的話 變成說 我們先把這個貨櫃給它Beaut出來 然後再把這個貨櫃直接 deploy 直接把它推到那個各式各樣的引擎上面 那這樣就可以把一個Service 給它裝起來 所以以後就是會變成說 欸 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們都把它放到一個Docker 然後Build成一個Image 那就可以放在任何的硬體上面 那現在 目前來說啊 目前是Linux的後最好 那當然 就是中間那邊有一個蘋果 那它其實就是Apple 那Apple跟FreeBSD其實也是快的 就是 它預計都會support 那最後又變那個的話 我們就 就把它 它看起來應該是不會support 所以 要用的話 用Windows的朋友要用的話 就要裝一下那個 就要裝一下那個Virtual Machine 就可以玩了 那我們來講一下它的那個 就是Docker要做的事情 跟原本我們的VMware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原本在裝VMware 或是做Virtual Box的時候 其實它是像這樣子 就是每次Build好一個VMware的一個 就是整個Virtual Machine以後 它其實是 它包含Always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的那個 一台電腦要裝了十個 十個Application的話 那其實你的Always其實在裝了十次 那其實 這不是一個 就是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那大家可以解決 就是 就是有人做LXC 那它其實就是有一個比較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一個就是一個 比較Lineway一點的那個 就是一個Lineway一點的Virtual Machine 那它其實是 它的OS部分是大家共用 那其實就是變成說 我等於是把那個Application 直接把它放進去 然後再加上它需要 自己需要Library就好 那好處的地方就是 少掉這個最肥的OS 所以變成說 官方有測試說 我們自己每個電腦 其實可以跑到一百個以上的 這樣子的 很Lineway的一個Virtual Box 就很Lineway的一個Virtual Machine 那如果有玩過 就知道Tranged Root 就知道Tranged Root是怎麼樣 的東西的話 大家可以把他想說 它其實就只做 大概是做Tranged Root 然後就是 就可以把那個格離開來 那如果有細節的話 大家可以等一下 有興趣的話 還是可以共用一起討論 那它的container其實是 我們第一次build出來最原始的 我們從Virtual Machine 開始講好了 我們第一次build了一個版本 就是整個build出來 含OS的Virtual Machine 那它要改版以後 它變成說 它整個全部重新build一次 那它在Docker裡面的做法是 原本先做出一個Docker的 Lineway的Virtual Machine 就是一個很Lineway的 那我們每次要新加東西的話 其實是加它的Difference 我們可能新裝一個 我們新裝一個Web server上去 那其實是變成說 變得很像是在做Github的那樣 就很像是做Git的那樣 就是每次把那個Difference推上去就好 所以變成說它不需要 每次都重新build一個Virtual Machine出來 它只要把Difference把它推上去 然後再把它合併起來 就是新的一個Difference 那等一下會操作給大家看 那安裝的部分 那目前就是 當然可以直接安裝 就是現在目前做Linux也直接安裝 那下面兩種 Docker它其實是 就是讓你一個很方便的 就是自動幫你裝好Virtual Box 然後把那個Docker灌在裡面 那你就可以在 0.0.0上面 直接打Docker就可以用 它其實是偷偷連到 你的Virtual Box上去的 那我 這邊目前可能比較推薦 大家可以用Vargram裝起來 Vargram是一個 Virtual Box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Wrapper 它下面可以接Virtual Box 你可以製作那個 VMware 反正就是你可以打一個common line 就可以簡單白的 一個Virtual Machine叫起來 那我目前今天Demo方法 就是會把那個 我們Docker灌在我們的Virtual Machine上面 那我這邊有一個 我這邊有做了一個很簡單的那個 就是Repository 大家回去的時候可以把它下載下來玩 就是把這個檔案 Chrome下來以後 只要打 欸 打到Docker 就可以把那個 一個裝好Docker的Linux Virtual Machine 裝起來 那我這邊就直接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這樣後面看得到嗎 可以 可以 OK 那個Repository 下載回來後 其實就只有一個很簡單的Virtual File 那裡面就是寄了一些就是 要怎麼樣把這個 的Image Build起來的流程 那其實我們就 我剛才已經叫起來過 因為第一次 安裝的時候會有點久 那大家其實只要照這個指令打回去 又可以試看看 那他有提供音樂 就是 可以讓你快 方便用SSV連軍具的方法 那連軍具以後 其實我們就已經是一個 就是裝在Virtual Machine上面的一個 Linux 然後 他預先 我們把Docker裝好 大家回去可以用這個來玩看看 那裝好Docker第一件事情是 大家 你的Docker一定要有一個 就是 Docker他其實是Deport以上 也是用Image的方法來算 那大家 一開始可以 去官方直接 在Pore他的UVANT2的Image下來 就是 大家其他東西 就可以疊在這個UVANT2的Image上面 那 其他Image 大家可以在下面這個網址找到 就是 可以把它想成有點像Github的那樣子 就是大家會 把自己的Image做好以後 傳上去給大家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Pore Pore回來的結果 就是我們第一次 第一次用的時候 其實要打 這樣後面看得到嗎 比較晃大一點 就是我們 當我們第一次要 就是 直接拉一個別人做好現成的Image的話 就用Pore的方法去把 去把別人的Image Pore下來 那 已經有一個 已經有人做好的是UVANT2 那 Pore下來的時候 第一次Pore會比較久一點 那因為我 我已經 就已經先做過 那Pore以後 回來後大家可以 DockerImage 他 我算超速便接 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邊這個Image就是 這邊這一排Image 全部都是零幫助 然後 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版本 那大家要用的時候 就是直接 直接用 利用這個Image來執行就可以 所以他大概是長這樣 就是我目前有這麼多Image 可以用 那 有了這個Image以後 我們可以在上面做什麼 他其實就是一個 現在已經是一個很Lineware的Verture Machine了 那我們可以 就是可以 打DockerRun 去執行那個 加上後面那個Image的名字 大家就可以去Run起來這個Image 然後我們可以給他一小串指定 就是 他這個指令就是其實會直接執行在那個Verture Machine上面 直接執行到Docker的Verture Machine上面 那我試一次給大家看 那我試一次給大家看 那其實這個 這個Hi其實是從裡面出來 那這樣看可能不太了解 我們先看一下外面的IP 是192.168.66.66 那 然後這個 另外一個 10.0.2.15 那當我們Run的這個 Ubuntu以後 那 這個 這個Config的執行在裡面的時候 他其實 他就是 跟外面是不一樣的環境 他其實是被切開來的 就是 所有的指令在裡面 就是 他等於是 變成像是NameSpeed的概念 就是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切開 外面 裡面跟外面看到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下一些其他的指令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下一些其他的指令 像是 U-Name去看一下 裡面的 那個 客人那種 的狀況 那大家一定會想說 那有沒有辦法直接點進去裡面 那 我們一個 就是 其實 當然大家一定想說 可不可以直接在裡面執行Bash 那當我們執行Bash的時候 他其實是 不會有東西跑出來 那 這個原因是因為 你要 你要設另外一個 interactive mode 就是 就是 你要把裡面的 standard output給他 接出來 這樣才有辦法直接點進去用 那這邊減愛就是 interactive 就是你變成說 你把裡面的 output接出來 然後你 外面打的 input 就把它塞進去 那就是把它串起來 那減T的意思是說 把你做成很像是 你現在操作terminal那樣子 直接讓Ubuntu的 嗯 batch的時候 他會什麼都沒有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加上I 他 欸加上I 他其實就是已經在裡面了 那可是這樣還是不太好看 那就做一個 就是做一個 模擬他就是 就是做一個terminal 就是前面那些東西都會跑出來 那這樣就是很像是在裡面操作 那其實 就可以在裡面直接裝東西 然後再調出來 那我們就 我們今天就試看看 我們來裝一些東西 那首先我會裝 就是他因為像我們裡面的limit 我們裡面的limit 就是Ubuntu 那Ubuntu的套件管理系統是 APT Gain 那我們今天的測試會用 Python的那個 Web Framework 來做一個很簡單的demo 那首先我們就是要 安裝Python的PIP 那大家會看到其實這很像是你平常開一台新的機器在關 對然後這時候就已經灌好了 那當然灌好以後大家就一定會想說 那我們來裝東西看看吧 那一般平常用Python的那個套件管理系統裝 我們就是用Python來裝 那這時候大家會發現 欸 剛才不是裝好了嗎 為什麼現在沒有這個Python的東西 那其實是因為 我們剛才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剛才做的事情 那它有一個叫做Docker PS 就是很像是你在外面打那個PS 可以看那個process執行的狀況 那大家第一次打的時候會發現說 欸 怎麼完全沒有東西 那我們看一下ALL好了 ALL的時候就會列出說 我們剛才所有執行過的指令 那它每次執行起來的時候其實是放在一個container裡面 那個image的話就大家可以想說很像是 很像是program很像是code一樣 那這邊執行起來的時候它會放在一個container裡面 那我們剛才執行完 aptk的install這一行 它這邊會有一個container ID 因為它執行完以後就結束了 所以它沒有繼續留在那邊 那如果你想要之後從那個地方繼續下去的話 那我們就要做一點額外的步驟 這就是剛才講的 那大家可以想看看Git Git我們平常在寫code的時候 寫完一定會做commend的動作 就是之後的人才有辦法 從你之前寫code繼續趕下去 那其實在Docker裡面 你做完一件事情的時候 它之內你要把那個container重新commend上去 然後變成一個新的一個image 那做法其實就是跟你在操作Git有點像 就直接把那個剛才的container ID打起來 再一個新的image的名字 那這時候就會做出一個新的image 我們剛才做apt-get-insole的話是這一行 那就直接把它container貼下 然後我們給它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mypip好了 那這時候大家可以看一下image 就是已經灌好 就是我們電腦裡面的image 這時候又多了一個mypip 就是我們剛才做好的一個新的image 那如果我們要灌新的東西的話 就是從這個image繼續執行下去 那所以透過這指令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執行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是裝一個python的一個web framework 叫做battle 那我們現在很簡單的可以試一下它的效果 那我們剛才已經裝好pip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看看裝一下battle 那注意說剛才run的原本是ubuntu 那我們現在因為已經build了另外一個image 叫做mypip 所以這時候他就 就是執行mypip的image 然後我們要做的事情是pip install 就是測看看是不是真的裝上去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建築在上面 就是等於是把上面那個image拉下來 然後額外執行一個新的指令 然後當然做完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我們的那個 ps-l就是last 就是看最後一個 那我們剛才做的就在這裡 那當然我們就把 覺得這步驟ok嘛 就是把commute上去 那這邊在打commute的時候 然後打那個containerID 其實只要打它的開頭就好了 那我們叫一個mybattle 那現在這個mybattle的話 就是一個已經裝好battle 那個webserver的一個image 那裝好battle以後 我會先寫好一個那個就是 很簡單的那個webs的那個 就是一個檔案 那大家如果要玩的話 就是直接把它 用git chrome下來就可以了 那當然 我們要git chrome的話 第一步就是需要git 那我們就是用繼續在剛才那個做出來mybattle裡面 繼續把我們的git的git給他裝上去 那在裝的時候大家會發現說 欸好像撞不太起來 那我這邊就不做這個動作 那原因是說 它這個yubattle其實是以前做的 那它其實 你要先去update它才行 不是說拉下來就是最新的 所以我們變成說 要先做一個步驟叫 就是去update它的那個 就是apt-gap 然後這時候它這個image就真的去update它的那個apt-git 那這邊給它稍微花一點時間 好結束 那當然就是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contain的ID是什麼 然後再把它給它加 就是commit一個新的image 那我們就叫做myupdate好 因為我們已經做了update這個動作 然後繼續我們當然是 好不容易update完就可以繼續 引手我們要的動作 我們要裝的是git code 你幫我打錯不好意思 欸因為它執行的時候 它就是沒有辦法把裡面的那個standard output接出來 那當然是可以用那個 剛才說過的減來去讓 你把那個裡面的standard output接出來 可是這邊因為apt-git install 可以直接 就是always-yes 這樣比較方便 這樣子它就直接 不管怎麼樣 就一定要把它裝下去 那裝好git clone 就是裝好git以後 我們就是 終於可以去 欸 就是剛才 這剛才的步驟就是 去update我們的apt-git還有install 那 裝好這個git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reparcer的東西 給它clone下來 那大家可以想像自己的 大家平常的那個project 可能會放在GitHub上面 那我們就從那個Docker裡面 直接Git Chrome去把它給它Chrome下來 那就可以直接執行了 那我們今天用 我們今天示範是我寫了一個很簡單的web service 在這裡 大家就看就是 一般平常Git Chrome的步驟 那我們這邊Git已經裝好了 那其實現在要做的動作就是去 我們剛還view出來的MyGit這個image 繼續做嘛 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把 這個東西給它Chrome下來 那Chrome下來以後 就是可以直接我們把資金起來看看 謝謝 我們取名叫MyWeb 那MyWeb其實就是已經把它裝好了 就已經把我們那個 我寫的那個WebService把它塗下來 那大家可以Run一下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其實就是 我去看一下8頭Sample那個資料夾 就是我剛剛已經先 就是我把那個Clone下來的那個結果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執行app.ap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直接這邊打 因為它是python寫所以用python機器 那這時候其實要叫起來 然後它起來一個WebService 然後用8080paw 那我們就試試看看 因為我剛才那個Verture Machine 我忘記講我那個IP是192.168.66.66 所以它應該要開在這裡 那就是大家發現說 我不是明明已經叫起來了 那為什麼沒有反應 就是我明明就已經把拔頭叫起來 那它其實原因就是說 它你要用Pole forwarding把 你原本那台機器的那個 原本那台機器的Pole Pole forward進去 這樣你才有辦法從外面 就是你搭客那個Pole是已經開起來沒錯 跟你本你的House上面 要開個Pole就跟它對接 那對接的方法就是指定 前面這個是你機器的Pole 那後面那個8080就是 Dark裡面的Pole 所以變成說我們連 我們這台機器的9999 就會連到裡面的8080 那我們再做一次剛才 重做一次剛才的動作 那這時候我們加上Pole 好這時候我們就從天吊起來一直 可是跟剛才不一樣的是 我們有做Pole forwarding 那這時候因為我們Pole到9999上面 然後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你跑在那個Dark裡面的那個 你跑到Dark裡面的那個 那個Web設定已經叫起來 所以以後變成說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一個專案 我們的Web 背景做好以後 我們把它自己 build出來這個image 然後只要把image 直接推到 就是推到目標的機器上面 然後就執行剛才那個ROM的指令 那它就會把這個設定給它叫起來 那大家有點想說 那剛才那個內行指令不就卡那邊了嗎 那我應該是要讓它變成一個背景的那個層次嘛 那我們就可以加上一個 就是加上一個 我這邊沒有寫 沒有寫到 所以要加一個-d 就是讓它detach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 background的那個 執行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其他 繼續做其他事情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在這邊加上-d 然後這時候它其實就已經把那個東西 剛才我們那個image弄起來 那大家要怎麼樣知道它很弄起來 其實你在Inning上面的話是打PS去看你的process 有沒有被弄起來 那你要知道Docker裡面的東西 那你要知道Docker的這個contentor 會弄起來就是Docker PS 就是目前有叫起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9999port 就直接 就是跟裡面的那個8080port 解在一起 那我們一看我們這個 其實這個 這個網頁就是 它已經是弄在Docker的這個image裡面 那當然大家想說 那它怎麼刪掉 那 我們在Inning上面的話是用Kill刪掉 那當然它也是用Kill去刪掉 那只是不一樣的地方 像是說我們平常是下一個PID給它 那它這邊當然就是給它那個container ID 然後這時候 這個就是掉了 那就是剛才講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去刪掉它 就是我那個同影片上面有打這個 前號就是指令 大家回去可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是打這些指令去看看 那再來講一下Docker file這個東西 Docker file其實就是說 我們剛才一直打 每次打一個新的 就是新的指令 就要commute一次 其實還蠻麻煩的 那要怎麼樣去改善這個故事 其實就是把你剛剛要的指令 全部打到一個Docker file裡面 然後 那第一步 第一步其實就是說 它要從哪一個移民繼續run下去 那我們最原本的就是 Ubuntu的東西 然後當然一開始我們 我們run的就是剛才的那個Docker run 那我們第一步要裝的就是 把它update起來 就是update它的apt-gate 然後第二步要做的就是 把Git code把它加進去 然後再裝Python的 PIP就是操縣管理系統 然後再利用PIP去把把頭裝起來 然後再用Git去把 剛才那個requisitor安裝回來 拉回來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所以這時候 這就是剛才的步驟 其實我們把它打在一個 Docker file裡面 然後最後你要執行的動作就是 CMD就是一個comment 就是真的要執行的那個東西 那執行的動作就是 把剛才那個APP叫起來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Docker file 就是把我剛才那幾點事情 去拨打起來 那我不確定有沒有完全證據 就是執行下來就知道了 那他就是他打Docker 然後給他一個名字 我們叫買Web2號 然後點就是這個 就是Docker file的目錄 那點就是在這邊 然後執行下去他其實就是 剛才那幾個步驟一個月跑 那你剛剛穿Pore的地方 穿Pore是ROM的地方 穿Pore是ROM的地方 你那些參數ROM的時候再執行 對對對 真的執行的時候 這邊應該是update 或是裝那個bitcore 這邊就是 Docker已經裝網 他還開始裝PIPM 然後這邊裝bottle 到這邊發現說 我們剛才已經可以留一個地方打錯 PIPM 1289 然後我們隔了 有一個圈面的兒子 可以有一個圈面的 能不能嗎 我們先去共有結論 遷你那樣 沒有 可以有到 你來就去 這個就來 ,然後 天啊 進去 提進去 都是 那麼 我現在沒有網路 可能剛才網路比較不穩 他其實會把之前做好的步驟先catch起來 那其實我剛才第一次是 PIP那邊可能網路問題沒有裝好 所以我第二次在執行的時候 前面已經catch起來 他其實是從step3繼續開始做 step4繼續開始做 那如果我沒有改答案的話 我現在直接在build一次 他是直接馬上就好 因為你catch起來 那如果你加一行指印在中間 他就會從那個地方繼續開始執行下去 那其實你在真的 你在真的build的時候也是說 因為你每一個都是有commit一次 所以變成說別人可以從你的任何一個地方 開始繼續執行下去 那這時候我們的那個image都多出來 就是這樣好了 這是我們最新做的那個myweb tool 那執行方法就是跟剛才一樣 那這就是那個剛才的那個example 這個build的方法 那大家記得最後那個點一定要講 那大家記得最後那個點一定要講 這就是指行方法就是跟剛才一樣 只是另外一個 就是取了名字不一樣而已 那大家可以想看看 你看Github大家這個code寫完 都會退到Github上面去嘛 那我們現在這個dark image build 好不好要退到哪一區 那其實他就會 他們有就是 現在dark有一個就是dark index 那他其實就是讓大家可以把自己的image 做好以後放上去 假設說我今天把myseqr裝好 那我就可以把build成一個image 就放在這上面去 那大家以後要裝的時候 就直接去pull那個檔案下來 然後就可以直接裝起來 那就是可以省掉很多安裝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 就是我們darker file做出來以後 其實做出的這個image 就跑起來是container 然後我們這個東西 可以把這個image 可以push到那個 右邊那個darker container image rejust to是那個 就是剛才那個darker index 他可以把這個東西push上去 然後我們的那個 要deploy整個台機器 就去從那邊把它pull回來 去把那個imagepull回來 你就可以直接裝上去 那當然前提是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deploy的那個機器 上面要裝darker 所以變成說 我們不用像傳統的方法是說 下一堆script 然後讓他一個一個去裝 我們讓他裝的 自己一個已經pull好的image 那大家會想說 那如果是一個已經裝好的東西 那我們要修改怎麼辦 那傳統的方法修改是直接 就是把那個image 就是把那個image幹掉 然後重新build一個image 那darker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 大家可以看到剛才每個committ 都是會有一個 他其實都是一個difference 那我們最原始的是 左邊那個apva 那大家可以看右下角那個 他原本是這樣 然後我們今天想要加一點東西 他其實是把difference 把他push到那個register去去 然後在遠端的那個 那個 我們要deploy的那個機器 就用darkerpull 就把他pull下來 就很像這個gitpull 就是把人家 commit上去的callpull下來 那這時候就 他那個difference 把他merge上去以後 他就是變成 就是你想要的那樣子 就是這邊其實 會省蠻多時間的 然後好處就是說 我裝去bill一次就好 大家都可以一起用 那我這邊有一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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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可能不太好 就是我 放在 已經放在darkerindex上面了 就是我把我darkerpull直接寫在上面 就是已經寫好了 那其實這個darkerindex 他可以指定說 我的darkerpull是從哪一代 那我的darkerpull其實是放在 放在gitpull上面 就寫了一個mongodb的那個 darker file 我把它放在上面 然後我的那個darkerindex 就是可以去指定說 我要從github這邊 拉出來build 然後 就是這邊可以直接 應該有一個指定 可以讓他build 然後你每次push的時候 他都會build 你大概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每次build完以後 就是這個image 就會在這邊 那就可以下darkerpull 就把這個東西pull下來 然後不確定網路網路 這時候就已經開始拉了 我這有點久 沒關係 可以 好 然後 那等一下他好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 他其實就是 已經 他這個做好image 就是已經一個 把mongodb裝好的一個image 那我們要做的 我的步驟就是把它run起來 然後 這邊 可能看不太清楚 就是我們要做的就是 把pull的pull出來 然後當然你可以自己 就他原本預設 他用的那個記憶體 就是他用的容量 會是在 他會是在那個darker的那個裡面 那當然你可以 你比較好管的方法 你直接跟他說 你直接把那個 你外面的那個 的 的 記憶體那個什麼 容量 那個什麼 硬碟直接盟了在裡面 就用那個-b 那個指令 他會 他會把裡面的那個data db 就是把那個 pull直接盟到裡面去 那這樣變成說 你mongo db 存的 存的東西 你其實在外面也可以看到 這 快好了 那 所以變成說 其實以後就是說 大家已經把那些darker file 已經很多人把線成的東西寫好 我們變成說 只要去把人家寫好的東西 拉下來 然後稍微設一下東西 就是可能 設個config檔 甚至config檔 別人都幫你準備好 我們要做的可能就是 設定一下pull的這一類 這時候我們就會看到 拉下來以後 我們就會有這個 image 就是會有一個 在這下面 那執行方法當然就是 這趟字 那 mongo db的pull是27017 然後他還有一個簡單的dash code 是28017 好這時候就叫起來 然後可以看一下 他其實已經叫起來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練 看看 就是mongo 然後你的電腦是 嗯 像那個 就是其實已經是 你從外面已經可以連到 那個darker裡面的那個mongo service 所以變成說以後大家 很多東西 deploy層次你可以直接 就很像是 你在用share 或puppy 或一些什麼cube 別人已經寫好了 只是這個是更方便 就是已經是一個imager 那大家已經有話可以走到這個步驟 就可以把它 自己製造一個mongo db看看 那 就是 稍微介紹一下現在大家有哪些 就是很 現在其實蠻多專案 都是based on darker 那 就是有兩個 我有 看到兩個是就是做還蠻完整的 只是 已經說有高手自己 已經也去做了 這邊有高手已經做了另外一個web的UI 就是剛才那些東西其實都是打convenline嘛 那大家一定會希望說有一些東西可能比較好管理 可能是個monitor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 那這兩個是 還蠻多人用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裝起來看看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parse 已經是based on darker 就變成說它提供一個可能darker的空間給你 那你也只要把你那個image直接推上去 就是可以walk的 那 第一個那個darker我沒有看過 沒有玩過 那doku是比較像是kiraku那樣子 你就是打什麼git push什麼之類的 然後它就會把你那個用darker 就變成一個image 然後推到遠 推上去 那 這是一個很light way的 然後那個作者就跑出來做一家公司 就是做另外一個轉換 它是 最近好像差不多快完成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它就是 你自己會 有一個很像uroko的東西 然後它是based on darker的 那當然 現在 就是跟deploy很相關 就是continuity的軌旋 那 現在 看到兩個還蠻有名的 就是這兩個 那其實就是變成說 你的那個 你以後 deploy上去production上面的東西 就是你真的已經測過了 因為你說你真的 你在測東西的那個環境 跟你真實在production上面的機器 不一定真的一樣 搞不好你在test的機器上面build過 然後推到production上面還有一點問題 那 你如果用darker去的話 它其實就是同一個image 它可以確保說你代表測的是同一個東西 好 那今天 稍微就是介紹到這邊